MING PAO CANADA 上市 MING PAO CANADA 上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Hi 大家好 我是Kevin 現在的時間是3月18號的下午 明天3月19就是UNIQLO 跟JOEL SENDER聯名的PLUSJ系列上市的日子 這次跟去年一樣滿幸運的 有被他們官方邀請 可以去現場搶先的看商品的實際樣子 然後可以購入 那我們就去逛一下吧 那說到PLUSJ呢 就不得不提一下這位設計師JOEL SENDER 這位出生於德國 個人風格極強的設計師 今年已經73歲了 基建主義的設計 在以往浮誇設計的環境下 品牌初期並未收到時尚圈的好評 但他的持續堅持 隨著之後服裝回歸簡約 JOEL SENDER 最終成功抓住了大家的目光 2009年第一次與UNIQLO合作 我推出了PLUSJ系列 原本就以基本百搭形象出發的UNIQLO 加上JOEL SENDER簡約時尚的設計 根本就是1加1大於2的代名詞了吧 雖然現在JOEL SENDER這個品牌 已經不是由JOEL SENDER設計 但PLUSJ卻依然由他親手操刀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 睽違了10年 一發售就能引起這麼大風波的原因了吧 那這一次雖然說是搶先去逛 然後可以買 但因為他東西畢竟還是比較多 所以我自己有稍微先看了幾個自己喜歡 然後覺得不錯的款式 像是有登山外套啊 然後長袖襯衫 或是短袖襯衫這些的 那就去看一下他現場摸起來的質感跟實際 看一下版型怎麼樣之類的 謝謝 這一件是他們新的 叫做 官版登山連帽外套 台質不錯 然後 好像潑水 重點是顏色 它是有點帶 算淡紫色嗎 嗯 淡紫色的材質 亮亮的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來一套一下 這一件我覺得也不錯耶 就是他們 我發現他們好像今年 顏色除了有黑白跟深藍之外 他們這一次不是用灰 是用的這種比較偏向灰色的 我覺得它就會比較有質感 然後比較不像睡衣 所以這個我自己覺得是還蠻好看的 另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這一次 他們也有出了開領襯衫 那雖然說開領襯衫 他們U系列本來也有出嘛 可是他們這一次的襯衫呢 跟U系列其實材質差蠻多的 這個呢 它的材質就是比較偏 帶一點光澤 然後比較偏實裝的感覺 然後它的條紋呢 就是有粗有細 材列組合下 雖然說都是開領 可是我覺得差異還蠻大的 然後 也有基本的 黑色 就是 襯衫的話 這些 比較實裝一點的 款式 好 我們買好了一袋衣服 現在就回去 開箱吧 好 那這一袋呢 就是我這一次入手的 Plus J系列的單品 首先呢 是這一件 這件也是我個人看到覺得 最驚豔的 就是這一件 寬版的登山外套 吊牌呢 就一樣都有附上了一個 Plus J簡約的logo 那這一件 登山外套呢 我覺得最特別最特別就是它的顏色 因為一般這種登山外套啊 你在大部分的品牌 或是像平價品牌裡面 通常都會是可能像黑色 卡其色 深藍色 均綠色之類的 但這一件呢 它是比較偏向灰色 但是呢又帶了一點紫色的色調在裡面 所以這個顏色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特別 因為就我自己的認知啊 一般這種 可能機能布防潑水的面料 要做成是比較特殊的顏色啊 通常可能都會需要比較特別的品牌 像是可能到Stone Island 才會有類似的顏色 然後是機能單品 當然大家也知道 Stone Island的衣服 一件就動輒了好幾萬 那這一次的Plus J這件登山外套呢 雖然說價錢也不便宜 定價也要5000塊 但是我覺得中文它的設計啊 以及它的顏色 有點光澤的質感啊 我覺得5000塊 算是還OK的價錢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再來就是它在細節上 拉鍊的扣具上呢 就有印上了一個Plus J的小LOGO 那口袋呢 除了這邊翻起來 這邊有一個之外 在側邊呢 有一個口袋 所以在穿著上的時候啊 你的手就可以把它插在這邊 又比較方便一點 再來呢我們看到第二項 就是這個寬版的雙口袋襯衫 那這一次的Plus J系列啊 因為我印象中 好像去年的秋冬系列 他們的Plus J都是做比較偏長版的 即便可能寬度稍微寬一點 但長度也是長到非常的誇張 那它這一次的襯衫呢 一樣是維持了比較偏長版的設計 但是呢我就有發現了 他們這一次還是有推出了 除了長版之外 一樣有偏寬版但長度比較短一點的外套 就是這一件 它在胸口的正前方呢 有兩個大口袋 然後在側邊的部分呢 也有一個小小的口袋 所以它算是一件偏襯衫式的外套啦 然後顏色呢就有這種素面的綠色啊 米白色或是條紋的 那這一件我覺得就算是 Plus J他們系列裡面的襯衫 一般的身高的男生 也比較容易去駕馭的款式啦 比較偏向是有一點點厚度 但又不會太厚的棉的布料 然後稍微帶一點點光澤 然後微微的正式感 可是因為它這一件又是有了口袋啊 以及看你的設計 所以整件又比較不會到太過正式太過實裝 所以現在的天氣可能微涼的話 這一件的實搭性跟實穿性也都會還滿不錯的 所以就是這一件襯衫 我個人覺得是本次的Plus J系列 所以我個人覺得大部分的男生都滿值得可以入手的一件襯衫的 接著我們看到的就是這一個寬版的T-Shirt 那這個T-Shirt呢同時也是這一次Plus J系列全部裡面 單價最便宜的款式 它就是一件590跟U系列的寬版T-Shirt其實差不多 但差別是在於說它這次是使用比較基本簡單的素面設計 也沒有口袋 然後材質呢是比較屬於輕膚的棉 可能就不會像是U系列比較是偏厚然後比較粗的材質 那這一款他們的寬版素T呢除了有一般的黑跟白還有深藍之外 再來就是他們還有推出的非常多 有一點點非飽和的比較深但是又不會叫太深的粉灰色粉紫色然後豬粉色之類的 就是它的顏色也算是滿特別的 但是呢材質又跟U系列的比較不一樣比較偏輕薄型的 所以說如果是想要搭配內搭或是你可能想要穿得比較慵懶然後比較隨性的話 這一件它的版型我覺得就會還滿適合的比較軟然後比較飄逸比較薄 那如果是平常在搭配可能寬版的衣服啊想要說內搭的話 它這一次的長度還是會比較長一點但寬度呢並沒有到太寬 所以一般的可能正常身高像是160 170幾左右的男生 如果你想要在夏天找一件可以內搭的衣服 想要稍微把它下擺露出來的話 我覺得他們這一次Plus J系列的這個材質就會還滿適合的 只是如果說這件素T你們想要買當作是單穿的短T的話 我就比較不建議白色的款式 因為這個布料的厚度畢竟還是稍微比較薄了一些 所以白色可能會有積凸的問題 但如果是深色或是像其他的粉紫啊粉灰之類的 應該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了啦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跟大家分享的 UNIQLO PLUS J系列的我個人的前三名單品以及尺寸的建議啦 那因為其實PLUS J它的東西畢竟比較簡約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說單看照片可能會偏普通 然後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不得不說我今天在現場看到質感 以及實際購入回來稍微穿了一下之後就發現 這樣子比較簡單的設計下 真的它就是靠材質跟剪材來把整個衣服的質感襯托出來 那如果想要入手PLUS J然後對尺寸比較沒概念的話 就希望這支影片各位可以有些幫助囉 好那今天就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的喜歡 那別忘了訂閱我頻道還有IG然後小鈴鐺 記得請幫我點開箱看我新影片 那今天就這樣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